片段1 你这么自费 这不是早点忘记你吗 老婆说话啊 无缝衔接你凤什么事情啊 就这种人你缠着的干嘛 给我走赶紧回去 你不要玩没玩 你明明知道 他跟你就是玩一玩 他还有什么 他出了钱他有什么啊 这还不够吗 你有什么 我有什么 我有的不全都给你了 你的衣服口红包 全是我买的 你的房租生活费 全是我出的 你背着别人男的偷偷去约会 我一次一次的原谅你 你还要怎样啊 这都是你自然的 你看看 你像个娘们一样 你够吗 你没有钱 你只会算别人有钱 还不够吗 好 我 我没有钱 我像个娘们 但是我的钱 都是干净正的 干净的 够了 你现在纠纱把命打进去了 为了这种女人有必要吗 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就这样的男人 毫无底线的来接受你 毫无保留的爱你 这样的男人 你这辈子只能遇见这一个 你给我好好的 你看看他 他现在需要三年五年 十年的时间才能忘记你 但是你呢 只需要一个有钱的男人出现 就立马把他忘的一个二净 就这样的女人值得你这样吗 他可以自己骗他自己 但是你不能这样去骗他 但是你听听自己说过的话 你说的真实话吧 走赶紧走 好这是你说的啊 以后不要再来纠纱我 回家 走 哥 我接受不了 我去找他吧 你还不够吗 你做得还不够吗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我爱他呀 你想想吧 到现在还执迷不悟 就这样的女人 你懂什么真心 她什么感情啊 我不相信一个人可以变这么快啊 她从来都没有变过 只是你不愿意相信你 兄弟 不要再为了这样一个离开你的人 而杀害你 听歌一句话 多年以后 当你再回忆起这段感情的时候 泪流满面的那个人 他一定不是你 我的爱滴滴滴滴 远远全全新光了解 你曾经细心的年纪之天 片段啊 看着你这样的脸 你能不能别每天到我面前后 我看着你烦看着你弄心 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结果 我们俩还能不能够活啊 不能不能不能 你别缠着我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现在不行了 我俩分开一年了 咱俩当时不是都说冷静冷静了 你当初嫌我没钱你走了 现在我挣着钱了你又回来了 你让我怎么能 当初要不是我逼你一把 你能有今天吗 要不是我逼你一把 你能努力工作赚钱吗 现在可倒好 你非但不感激我 你还倒打一耙嫌我烦 你有曾经吗 你有良心 你在网上一口一个老朋友 叫着人家 你有良心 你在网上跟人要亲情 要贴贴的时候 你有良心 那个根本就不认识 就是瞎聊而已啊 当时我在旁边睡觉 你在边上跟人撒进来 你有良心吗 差不多得了 这个事不是已经翻篇了吗 我是这个世界上 对你最好的人 我最关心你 你怎么能做成这件事呢 我做什么了 我就是跟别人聊了两句天 你至于吗 在这件事发生几个小时之前 我还想着给你买 你最爱吃份抹茶蛋糕 现在呀 我真想把那绿游游的奶油 扣我脑子 根本没有这么夸张 多大点事啊 你敢说你没跟别的女儿 聊过天是吗 我从来没有 跟我不认识的女人 要亲情要包包要举高稿 我就是聊聊娃娃而已啊 根本连感情都没有 你当时在网上说 你爱她的时候 你心里怎么想的 你当时说 你想见她的时候 你心里怎么想的呀 你当时一口一个老公叫着 你心里怎么想的 你心里怎么想的 咱俩都结果 我住在地上 我爸妈每天早上 变着样子给你做好吃的 你一口老公都没叫过我 我 我也是让她骗了呀 她那些照片都是假的 都是从网上到的图 我知道这件事 是我做的不对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看我表现行吗 对 你跟一个骗你的人 聊得这么开心 我怎么受效呢 我能问问你 为什么发展这个阵子 是她比我更关心你 还是说 还是说她每句话 都能浪动我心儿 没事 你如实说我 不怪你 我就是当时看到她照片 我觉得她帅 我就是个笑话 这可笑 你就这么狠心是吗 我跟你说 跟你 被我最爱的你 跟本没有这么严重的呀 你到现在都没觉得 你自己错了 原先我对你好 别人会说我是个好男人 是个好丈人 现在 我是个天国 是个老实人 是他们茶余发护参赐 你看我表现 你不觉得你现在丢人吗 你不觉得你自己刺眼吗 不觉得你现在让我很难看吗 片段三 哎呦我看我男朋友了 正在一天 你为什么这次分手不来找我啊 我不明白了 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去找你 那你就想和我分手了是吧 对 我不想在这继续下去了行了吧 那两位咱们都先别太激动了吧 冷静一下 咱们换个安静点的地方聊一下吧 请问一下你们是什么原因分手啊 她一吵架就提分手 分手之后就开始冷战 不是你知道一吵架就冷暴力 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 那分手我不想理你 这不正常吗 你有必要说这么严重吗 那女生为什么一分手就不联系对方啊 没想过解决问题吗 我觉得男的红女的不是应该正常的吗 再说了 我闺蜜老说她对我不好 你闺蜜又是你闺蜜 你闺蜜她自己都是个渣女 她说这个说那个 你怎么说话呢 那是我闺蜜啊 我不听她我听谁的呀 那你和你闺蜜过去吧 别再来找我了 哎呦不战哪 有完没完哪 不是我平常怎么对你的 你好好想一想 每次给你打电话不是忙没空 要不然就是不接 我问你 你是不是跟那个男的在一起了 你说什么呢 我没和她在一起啊 请问一下她是谁啊 女生你能解释一下吗 那个就是我谁想家的一个男的 你就聊聊天 聊聊天 我叫宝贝的 下一句是不是该叫老公了呀 不是就一个逆娼 你至于吗 我一次又一次的索结 就后来你另一个新婚是吧 不是 当初咱俩在一起的时候 你说你想要我包 我把平板卖了平板 当初你又想过 你现在是这样对我的吗 那就一个包算什么呀 一个包算什么 为我付出我什么 哪次吵架分手 不是我去心软 找你和好 和好之后又是短信不回 电话不接 又开始冷暴力 你拿我当什么了 就是享受我第3下4去求你的那种快感 我受够了 没有 就是想要你哄哄我 没想那么多 你都已经把下家找好了 你还解释那么多干嘛 就是想要冷暴力逼我分手 自己还想当好人是吧 我发现 冷暴力只会一次逼一次更多 我永远在调习 没有 永远觉得你是对的 没有 我只是不想好你说分手 你不想说分手是吗 行 这次我来 你们先冷静一下 和这样少了就也没什么意义 让你们两个单独聊一下 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 有些抓不住的问题 来胜手都是多久 算了 啊不是你别走 我都去打还行吗 咱们俩开始 一堆其次一句 又是他漫画心上 我的一句一动 随你改变多荒唐 任你随意忘冻从没去 片段四 宋雨 你干啥去 羞辱我羞辱的还不够吗 我妈不就问你两句吗 至于吗 至于吗 至于 你跟我喊什么 我心想咱俩在一起 这么长时间都没看看手机 我买这么多东西去你家 你妈连门都不让我进 有这么多家长的吗 我妈不就问你几句吗 能掉块肉啊 对 不能 你站住 我让你走的吗 段小梦我问问你 农村人怎么了 你妈张狗一个农村人 闭口一个农村人 我碍着你妈眼的 对 你吃的穿的哪样东西 不是我这个农村人给你买的 那我妈不是学农村人 买什么没有素质吗 你至于吗 好 你妈上来就管我要车子 房子抬你 还说一样都不能少 你家什么人呢 卖姑娘吗 这就是城里人的较量 这是城里人的素质啊 那我妈不是为了让我家里 你都受过的好点吗 他有什么错呀 那我问问你 大灾期两年时候 我是让你吃不饱还是撑不暖 你出的下两年 成年过节 我不是给你爸妈买点营养品 就是买两件衣服 你爸妈过生日过节 再凡是个节 我都发消息 祝福叔叔阿姨 你爸妈正眼看过一眼 回过我一句嘛 这可能就是选择性失明吧 这就是城里人的素质啊 你忙的时候 你也没回我这些 不就是没看见吗 那我再问问你 凭什么我爸我妈 清楚撒在雪汗前 给我买的房子 叫家政前女 他俩还没结婚 你算结婚了 凭什么家女人啊 你家出一分钱了吗 他以后 你会不会有个保障吗 还没结婚 你会不会有个保障吗 那我爸我妈 不得为我考虑吗 为你考虑 那谁为我考虑考虑啊 我跟你妈说 守护我来装胸 满满以后 贷款咱俩一起买 你妈说 都凭什么 以后还得给我生孩子 你妈把他俩婚姻当什么了 他就明白不要嫁呢 有劲吗 站住 把东西给我 打住 他爸他妈都没喝过 这么好的酒 没喝这么好的东西 我不起他 没想到 他又不喝给我 小哥自己买一下啊 我跟你说啊 婚姻是两个家庭 共同不是一个家庭 你家要谈生就谈生 我让你再看我当晚 其实我一直都想在你 永远有一瞬间 心有关我 看出过我的自己 你这么多一个满眼 都是你的男孩子 人都一点都不会心疼 起开 骗笨我 刘谦宇 你来干什么呀 拍拍拍 我让你拍 你有病啊 你有病啊 挺甜蜜啊 我是让你勾引我男朋友 我告诉你啊 宋夕 别在这发疯 怎么样 咱逢个地方 换什么换 就在这拍 我看看你怎么 勾引我男朋友的 我告诉你宋夕 咱们俩已经分手了 还有 他是我女朋友 你最好给我放尊重点 别告诉你 别客气啊 你怎么着 你还要打我呀 我看你怎么 对我不客气的 你怎么这么狠心 你说我狠心 当初我没钱没出息 就是个破修理工的时候 当初我最难 最炫的时候 你在哪 富二代的别处睡得香吗 你套路过我的感受吗 我 我怀孕了 是他的吗 那你来找我干什么 就找那个富二代 来找我干嘛 他不要我了 就这么多 就当这么些年 你为我付出的青春吧 你走了 刘天宇 刘夕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刘天宇 你说过你要娶我的 我是说过 但是你抛弃我的时候 咱俩就不反应了 天宇 你说过只要他想了 你就会第一时间 出来在我面前 咱俩结束了 房子要是不写我名 咱俩这婚也别结了 这房子你没拿一分钱 凭什么写你名啊 那你是想因为这个破房子 就不结婚了是吗 我俩都快结婚了 非要在房本上写她名 房子是我妈拿的钱 她一分钱都没拿 我凭什么写她名 我们结了婚以后 就是一家 还分什么你的我的 彩礼钱她都拿了 还差一个房子吗 我爸妈给她拿了15万彩礼 已经是我爸妈半辈子的积蓄了 还是觉得这钱太少了 那彩礼不是必须的吗 彩礼真的已经很少了 妈把我养这么大 就管她要15万台先去 当家嫁闺女还是卖女人 非把俩人结婚弄得跟交易一样是吧 她给家里打扫过一回卫生吧 休息的时候不是出去泵滴 就是在家躺 连喝口水都对我弟 男人干点脏活累活不应该吗 妈说了女孩子就应该少干点家务 要不然结了婚以后都是你一个人做 她出去玩的一天说她累了 我上班都没说我累了 回家以后像伺候祖宗一样伺候 结婚以后日早过呀 她娶我她就偷着乐趣吧 我的人一大堆呢 要不是看她长坦点 才不看她给人浪费时间 现在我俩的车贷都是我一个人在还的 还着贷款车给她出去玩 我上班还得挤地铁 但凡知道帮我分担一点 我也不至于这么累了 她想让我帮她还贷款 车售我们两个婚钱财产吧 要是一喜欢也行 对 要挟我的票 她每个工作就是干几天就不干了 这苦我先拿累 她但凡能坚持得久一点也不至于 现在一点收入都没有 这有没有工作重要吗 她要工作不就得了吗 她连我都养不起她还结什么魂 妈想两天来家里住 她没事闲的走往别人家里跑干什么呀 房子是我妈买给她儿子的 她凭什么不能做 还有我妈来了之后 连饭都不知道做一点 对我妈把饭做好 放到她面前不太吃 怎么着我妈是她保姆 是她妈又不是我妈 赶紧让她妈早点走 饭也不好吃 请个保姆做饭不好吃 反正说得两句呢 当着我妈的面 是我妈做菜不好吃 那她别吃啊 过她对我妈还是这个态度 觉得我们真的有必要分开 妈要是和我分手了 以后可别哭着喊着求我回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把那房子写上我的名字 咱俩还能结婚 那是我妈的房子 凭什么写你结婚 你等到娶我的写我名字 不是很正常的吗 还有包括彩礼 嫁妆 钻戒 一样都不能少 我妈说了 人这辈子就嫁一回 你样样的对我背全了 行 你说的这些我都能接受 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那你能出什么呀 你搞清楚 是你娶我 我当然出个人就行了 你都明码掉价了 我怎么不能提要求啊 还有 你要跟我做生意 你先看看自己有什么资本 不努力 就想靠结婚一步登天 我要找个老婆过日子 不是找个祖子回去供着 那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我妈买的房子 我妈住进去天经地义 你也不配住她的房子 分手吧 不你 问 那你怎会在乎 片段期 亲爱的我怎么了 爱你哟 我咋有味儿 张文 张文 张文你什么意思啊 你怎么找啊 咱们变成了吗 有点信啊 我怎么信你 你不是说你们俩不来往了吗 这不是过年吗 他爸爸这种也挺好的 我不应该过来参看吗 你不是说你去你夫妮家了吗 怎么着 还能有偷偷公立的事吗 我去动好片是吗 你在他们要戴上天就干什么了 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吗 我跟你说没说过 我跟他早就分手了 他妈妈对我那么好 你懂什么叫做礼尚往来吗 他们对你那么好 你去跟他们过去啊 你还回来找我干什么 趁着把你来看得过你的事吗 分手吧 你凭什么跟我分手 你对得起我吗 你能不能别这么小心啊 你们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你再说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你这好东西 张文那么信任你 你没事害怕你前男友要跑 这就以为了啊 没必要说了 跟手吧 等会儿 等会儿 你再信我一次行吗 跟他什么都没干 搞得以后再也不来了行吗 跟我没关系了知道吗 你一生又一次打破我底线 我对你已经彻底失望了 你俩不愿意在一起吗 我现在就成全你了 我祝你们俩白头偕老 别再祸祸别人 明明你也曾爱过 没理由爱不到结果 只要你看 从莫过 片段吧 丢人啊 我就买了七八件衣服 你有必要这样吗 七八件 家里快递都对折杀了 你还要买 就是你过分了吗 我过分 你约正两三万 我花点钱怎么了 你给我买点东西怎么了 行 你以后爱怎么买什么 跟我没关系行吗 没关系 没关系那能行的 那以后谁给我买单呀 不知道这么多钱 不给我花给谁花 我不给你花 我给你花的还少吗 你双十二一次买的东西 我得开车拉两大钱拿回来 你还想怎么样啊 我没点必须拼怎么了 你现在给我花点钱 都舍不得了是吗 你到底爱不爱我呀 你的世界里边 给你花钱就是爱你 那我给你准备惊喜 给你过生日 陪你旅行 这些都不是爱吗 你现在开始跟我 翻旧账了是吧 当初我可是在那么多人的 追求当中选择了你 可是你呢 你俩都不知道珍惜我 他们那些哪是真的爱你 找你不是喝酒就是唱歌 哪个是想跟你在一起呀 你现在说 当初怎么选择了我 你好意思吗 不是吗 比不上劲比不上 成四一波优秀 有那么难吗 你要是这样对我好 刚才就不会那样了 我之前是不会 但现在我受够了 你每天家也不出事 饭也不做 只知道拿着我的信用卡 来满足你的虚荣心 我就算对你再好 你也看不到 因为你就是这样一个虚伪的人 不是你说谁虚伪呢 说你 我真的受够了 我要和你分手 你呢 爱怎么样怎么样 以后不过了 爱你走什么呀 你从来不会想 我和你 你到底还要怎么样啊 你能不能放我一条生路啊 你呢 就去你该去的地方 别再来纠缠我了行吗 我们就不能不要吵了 好好在一起嘛 我们的问题说过很多次 多到我都不想再说了 但有时候我们最后的几天 别再来找我了行吗 爱你别 能不能省眠 为自己 片段9 江晨 原谅我好不好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 你求求你了 原谅我好不好 你别说了 都是我的错 咱俩已经不可能了 我希望我们能给彼此留最后一点资源行吗 你怎么就那么狠心 你说我狠心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今天带的现金做这么多 你要是应急的话 希望对你有用 以后别再来纸 你还记得咱俩当初在一起的时候养的那条狗 它后来跑了吗 有一天下大雨的时候看见它 那条被我好吃好喝 稀奇呵护的狗 它在大雨中翻着垃圾桶 找东西吃 中途有人路过的时候 它还会跑上去摇摇尾巴 用身子去蹭 但是那些人好像都嫌它脏 有意躲着它 后来我走过去 它看见我就飞奔的跑过来 就好像想起我从前对它的好 冲到我怀里 想让我抱着它 但是我也躲开了 因为我也嫌它脏 片段时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张天 我朋友在上面 你不知道给我留点面子 我不在家 你就找个男的过来 你还要我给你留便子 你配吗 不是那都是我朋友 好朋友就在我家随地吐东西吗 好朋友就当着我那样 和你打行骂枪的吗 好朋友就在我家 对我要我回溜的吗 不是咋了 你还有脾气了 那哪个账得不比你多呀 分过你不是应该的吗 那你去和他们过去 你还和我处什么呀 你抄着什么呀 有能的你也像别人男朋友 是约约往家里拿钱的 瞧不起我了是吗 人行逼漏了是吗 我在没被骗之前 你怎么都有摆一摆顺的呀 之前你有跑车 现在你有吗 之前你住别墅 现在你还住吗 之前你是大老板 现在你还是吗 他是啊 他被骗的钱都追回来了 别妇也回来了 不然我们今天来你家吃饭干嘛呀 张天我教你 别他妈家清醒的了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你就是一条胃不熟的狗 他不是得了张宋 你也别跟他生气了 等会咱们变合在里面 张天我就是回家 把家收拾干净 赶紧收拾吧 收拾干净点 把你和你的东西 还有你跑的东西 全部打包带走 不然我先找 张天 抓紧直接 我要是回来再看见他 和你在我家 别是瞎耙子了 我请他这嘴巴子